大家好,我是李主红 咱们接着上这课内容讲 咱们上这课讲到了去存 把这个流程变量 把业务关系都放到存起来 咱们这节课去做一个取得动作 取得动作的时候 去取一个实体的时候 实际上去查询一个实体的时候 这个里边的一个方法是这样的 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直接写了 提前写好了 它是首先去写条Circle 这个也是用这种Circle形式 以这个参数的形式 防注入的这种方式 然后再用一个 就是一种固定的一个Spring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就是参数 就是获取参数变量的一种形式 然后把它把这个变量参数都传进来 然后直接就用这个 query for object这个方法 然后就能第一个传入一个Circle 后边传入参数 后边传入这个实体的一个音色 相当于是反射机制 然后直接就能拿到这个实体 这就是传递的一个方法 就是咱们过去的一个方法 service层同样是 就是直接也return一下的 重点咱们去看一下 controller层 咱们controller层 就是既然咱们上次课也说了 就是存的时候是 把实体的组件 放到这个 咱们这个map里边的 咱们取的时候是怎么取呢 咱们看一下 首先 它复制一下 这块咱们去 就是获取一个ID 咱们方法就get 那么sprey mc 就可以这种或这种方式去获取 然后拿到ID以后 咱们这个ID不是别的 是咱们的一个task ID 咱们把它区分一下 是咱一个任务的ID 而不是咱们这个业务的ID 因为你从sprey里边 这ppm里边首先拿到的是 肯定是个任务ID 任务ID 然后根据任务ID查出了这个 我的我的任务 任务里边再拿变量 变量里边再去获取咱们的具体的业务 具体的业务再回去返回到界面 整块是这么个逻辑 咱们看一下 是吧 这些都去掉 任务ID 首先咱们要拿这个任务 有了任务ID 咱们就可以直接拿任务了 就不用那个 不用file path 直接有一个 看法就get task 直接就task ID OK了 拿到任务ID 拿到任务以后 任务首先 拿它的变量 task server 咱们可以拿它的变量 使用这个 拿到拿到变量 变量 第一个传递进来 就是这个task ID 第二个传递进来 就是咱们变量的 名称 咱们变量传递进来 就是ID 它返回的是一个object类型 咱们强转成一个 释取类型 咱们这块打印一下这个 ID 看看是不是咱们重新取这个ID 然后ID拿到了以后 咱们这块get 直接就能拿到这个实体 这个实体 拿到这个实体以后 咱们把它传递给 传递给界面 然后呢 在界面去 把这个实体给显示出来 相当于显示 就像审批的时候 你要去审批的 到底 审批的一些 请求 请求的一些信息 审批人必须看到 然后这块 就是这个过程 它返回 直接给它返回 返回到一个页面 使用 MVC 叫做model add view 这种也行 咱们就直接就让它那个什么 返回一个实体内心 直接不用那个model add view 直接就 相当于实体里边 直接就是一个view的 model就没有了 返回到哪儿呀 咱们新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审批页面 这个页面咱们参照是这个 发起的 发起和审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发起有什么这段 审批就有什么这段 咱们叫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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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让它返回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 然后咱们就 有一个values 这块就是name 还有下边这个肯定是一个 date 就发起这个date 这样的话就会审批的消息就能拿到了 其他这些咱们就不要了 包括这个审批这些咱们都不要了 审批这块你就能看到了 这块获取是用GSTL GSTL记得也有这个标签 拿到detail 页面咱们去把这个 这个返回直向到detail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就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能拿到这个业务 这样的话就就是实现了一种什么 就是我审批 发起了发起的任务 审批人 我审批人 首先肯定要 查看这个任务 查看这个审批的一些信息 包括这个时间 审批人 就申请人 还有申请天数 这些要查看 这些查看是咱们业务表里边的 怎么才能知道 这发起是哪个对应的 哪业务表的哪一行记录呢 这必须通过TAS 拿着这个变量 ID变量 这个唯一的业务变量 然后再就 根本有这个变量 获取实体 实体反馈到界面 界面 然后去显示出这个审批这个详情 就相当于完成了这个 整个这个获取的动作 这个是从这个是去 咱们看这个去能复渠道 它是个ID 咱们这块就不从那个上面去 不做单码的这个 获取它是个ID 咱们它是个ID 直接从库里边 咱们去 想办法 从库里边看到就行了 我再给 把这个 咱们这个就叫做 我查看任务 就查看任务吧 这块 这块 咱们就是直接到了一个 直接到get这个 直接get 点多 咱们这块 叫task ID 等于 咱们看这个 参数就叫taskID 对 没有问题 它是个ID 咱们从库里边看一看一看一找一个taskID 咱们不去就不去那个获取了 咱们刚才是他里边 taskID应该是这个 最新的吗 9月13号最新的23点 最新的 就是这个 咱把这个拿过来 然后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咱把它启动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整个路的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 我 要 审批人 我要审批这个请假 怎么办呢 我实际上看到这个请假的信息才能审批呢 请假信息放到咱们业务表里边了 我怎么才知道是哪条业务表哪行记录呢 所以说我要拿task task里边有个变量记录了业务表的那条记录 这样的话就直接是这么过程 看一下 咱们还是刷新一下 刷新里边有个插开商务 咱们看 104 咱们看这 配的不对吗 ezy get点多 这个是不是ezy grade 不叫ezy ok 进来了 进来以后咱们看一下 实际上能不能达到这个ID 输出一下ID没有问题 就是咱们重新来的 咱们ID拿到以后咱们看是否拿到这个editor editor也拿到了 正3 22点 然后咱们返回到页面 咱们看一下页面效果 这页面没有显示出来 咱们看是什么原因 editor 咱们看页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 啊 咱们没写错了 咱们刚才把这个写到 写到 写到start里边 其实在editor里边 本来就根本就没有 它肯定显示不出来嘛 咱们搞了半天把这个改错了 改错地方了 这样还是把那个start的地方 这块被人家恢复了 反正自己都恢复了 反正自己都恢复了 诶 这块恢复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还是重新获取一下 重新走 获取 咱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 整个就获取到了 咱们把这个提交这个按钮 给它去掉 这样的话 看 看得也放心 一眼的看出来 这两个页面的不同 咱们把断点也去掉 看 就拿到了这个业务 就是我这个 它这个里边存进去的一些业务 这块就省批的时候 查看的时候 就能看到这个业务 这个就是咱们一个取的过程 这个是简单的做的去 就是 其实真正的情况下 就是 我的任务 这不是列表吗 你其实列表里边要 就是 从任务 我任务列表里边去 获取到这个 TaskID 咱们TaskID 现在是写实的 将来就是动态获取的 以后给大家正常获取一下 然后就 这样的话就连起来了 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分段式的 一个讲解 咱们这些课就讲解了 如何获取这个任务 主要的两个步骤就是 主要的 中心点就是 获取到ID 然后ID查这个 editor 查完了以后返回 查的时候记住 这个 咱们用Spring的GDPC 查是有这么查的 大家也已经了解一下Spring GDPC 咱们这期课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